在带领来看到的是日前有风派出所远警在执行访查勤务时 行经台二日三线六公里处有一位男子依赖着拐杖走路 一搏一搏在马路上对着警车挥手 而警方上前了解之后原来男子呢这个包包遗失了一整天 那么里头有存折现金以及银行卡 那么呢这个因此相当着急 而在警方协助之下最后也顺利在复离火车站寻找到包包 之前永风派出所警员在执行访查勤务的时候 经过了台二十三线六公里处左右 一位男子住着拐杖走路一搏一搏的在马路上对着警车挥手 警方上前了解之后原来这名男子已经找了一整天他的遗失的包包 而里头有存折现金以及银行卡因此相当着急 而在警方协助之下最后顺利在复离的火车站找到了包包 就是啊 对啊 结果他又没有回去见礼啊 我叫他问他啊 结果都没有碰到他的人了 分局长陈伟文说 警察工作不单单只是依法行政 身在工部门的好修行 爱心不分大小 但一定要及时 也启使同仁经常主动关怀救助辖内的弱势家庭 并且也透过社服单位以及转介相关基金会等等 发挥抛专营运的效果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拒绝高双双不理采访报道